门杰列弗是19世纪一位忙碌的俄国科学家 他致力于北极探险 北冰洋的一条海底山脉就是以他的名字命令的 他独自常坐探空气球 飞到3000米的高空收集气象数据 据说他做的香包在时尚界也占据一席之地 忙碌的门杰列弗用他生命十分之一的时间来研究化学 结果他发现了元素周期率 我们故事的主角就是这些拥有奇怪名字的元素 它们构成了我们自身和世间万物 而门杰列弗先生就是我们探索元素之旅的超级向导 我们看似和谐的世界其实暗藏杀机 构成世界万物的元素或者它们的化合物 大多数都是有毒的 或者说是可以致人伤害的 从历史悠久的拱 身 到现代派的雷 趴 坡 直到人体必须的铜 点 锡 在某种情况下都是毒药 连养锡多了也能中毒 让我们跟随门杰列弗先生在这充满毒素的世界里寻找一条圣路吧 这是林在氧气中燃烧发出的耀眼光芒 三百多年前 德国炼金术士布兰德 见证了和现在几乎一样的景象 从最初的欣喜若狂到之后的失望透顶 布兰德大概只用了几个小时 他原本认为他得到了点石成金的折人石 不过最后他不得不接受这种持续发光的东西 没办法变成黄金 布兰德认为 既然水是生命之源 必定有某些神奇的物质 人体也许就是点石成金的秘密装置 于是他打起了尿的主意 毕竟金子是黄色的 而尿也是黄色的 布兰德神奇地收集到了五千五百生尿液 然后不停地蒸发蒸发 在饱受了我们可以想象的痛苦熏陶之后 布兰德没有找到黄金 却意外地发现了磷 我们要为布兰德感到幸运 因为他长时间接触的白磷 是一种剧毒物质 人体摄入15毫克白磷就会中毒 50毫克就可致死 如果白磷粘到皮肤上便很难去除 而且会逐渐渗入肌肉和骨骼 白磷在40摄氏度时就会自燃 基于他的这些特性 白磷在二战期间被制成了恐怖的白磷带 白磷碰到物体后会不断燃烧直至烧尽 而且会烧穿人的皮肉骨骼 因为白磷弹极不仁道的杀伤效果 后来被联合国列为围禁武器 现在白磷基本用来制作信号弹或烟幕弹 最初白磷曾经用来制作火柴 由于白磷会缓慢地腐蚀人的下河谷 所以很多火柴厂的工人都患上了磷毒性河谷坏死 好在人们很快发现了白磷温柔的兄弟红磷 红磷无毒 常温下也不会自燃 用它制作火柴皮 这才有了安全火柴为人们引火 磷虽然有这么多恐怖的故事 但是今天地球上80%的磷矿都用于生产磷肥 它为人类的吃饭问题做出了无可替代的贡献 无论是爆炒还是慢炖 抑或是激发肉的鲜美 我们都要撒上一把盐 我们都知道盐的化学名称叫氯化钠 但是你真的了解氯和钠这两种元素吗 那是自然界最活泼的金属之一 它甚至可以与水发生剧烈的反应 而氯气是最活泼的非金属之一 在元素周期表上 氯所在的一族元素被称为鲁素 意思是可以形成盐的元素 令人惊悚的是 鲁素单质全部是有强烈刺激性的有毒物质 氯气也不例外 氯的中文名字来自氯气的颜色 这是一种黄绿色的气体 它会对人的眼睛及呼吸系统产生极其强烈的刺激而致人伤亡 自然就是如此神奇 氯和钠都不能和吃联系起来 但二者相互化合却形成了稳定安全 提供人体必需物质和纤维味道的食盐 我们不能够简单的把一个元素的性质 说成它具有爆炸性 它具有毒性 它不助燃 或者它具有氧化性 这是不合适的 通常一个元素的行为 与它所处的状态是有直接的关系的 我们通常会说氯气具有毒性 但是我们吃的食盐当中 氯化钠也有氯元素 甚至注射盐当中 有氯化钾也有氯元素 大海当中含有大量的氯化铭 氯化钙 这些东西都不具有毒性 氯气是一种强氧化剂 加热后的铜和铁会在氯气中剧烈燃烧 分别冒出浓烈的棕黄色和棕红色的烟雾 生成氯化铜和氯化铁 氯气的这种强氧化作用 使之在人类的控制之下 成为了杀菌消毒的利器 很多家庭的洗手间里 都会有一瓶八四消毒液 它的主要成分是次氯酸钠 这是一种强氧化剂 无论是细菌还是病毒 一律通杀 不过要注意的是 千万不要把八四消毒液和洁测灵混合使用 它们反应的结果会生成氯气 看 自己在家里就把化学武器给制作出来了 所以一定要有基本的化学常识 那一些问题 因为保障那个洪路 不存在这种可能性 limp的变化 必须的 洁测灵 兄弟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种强大的杀菌能力不仅可以提供安全饮用水 也使游泳池这种娱乐设施爆发式的出现 人们不再担心泳池里的致病细菌 大量的人跳进泳池学会了游泳 这种发现甚至促使了泳装款式的不断进化 为世界增添了一抹亮丽的色彩 今天 氯仍然是游泳池消毒剂的主要成分 由于同时加入了硫酸酮去除水中的藻类 所以我们已经习惯了游泳池中这种淡蓝色的池水 不过在2016年里约奥运会上 跳水和水球运动员在出场时被吓了一跳 为什么蓝水变绿了呢 里约奥运会的游泳池和这个跳水池里头 它都是用次氯化物消毒的 那次氯化物消毒呢就会产生部分的余氯 余氯的存在呢就能够抑制细菌和藻类的爆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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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莫瓦桑便因病去世 年仅56岁 1906年的诺贝尔化学奖颁给了化学家莫瓦桑 就是为了表彰他在人类历史上制备浮元素过程当中付出的所有的艰辛跟努力 莫瓦桑实现了单制浮元素的制备 其实到今天为止对于单制浮元素的储存都是一件比较困难的事情 几乎没有那种器皿可以稳定的储存好单制浮 而不让这个浮元素和储存它的器皿发生化学反应 科学家们的付出是值得的 浮化工工业今天已经成为了重要的化工门类 从不粘锅到汽车电池 从杀菌药物养服杀星到电路板印刷 曾经令人闻风丧胆的服务 已经被人类驯服并贴心地为人类服务 比如说我们人类现在用的核能 主要的是油235和油238 那油235和油238的分离就需要把它做成 六腐化油 腐化钠加入牙膏当中去 然后提高这个人体牙齿的这个强度 第三点就是现在我们新能源电池当中 都离不开的一种电解质 叫六腐磷酸里 在近中期这个阶段 这还是无可替代的一种电解质 所以人类有福拱手相助 在西方世界 深曾经制造过大规模的杀伤 而且专杀名人 19世纪初 一种闪耀着迷人翠绿的颜料 在巴黎上流社会疯狂流行 它也被称为巴黎绿 今天巴黎绿仍然存在 只不过它主要用来制作老鼠药 是的 它的主要成分是参 由于这种颜色实在令人心持神亡 所以大量化痰巨匠成为了参的牺牲品 据说梵高的精神失常 保罗赛上的糖尿病 以及莫奈的双目失明 都应该和这种颜料有直接关系 更可怕的是 巴黎绿还被险贵们用来刷墙 有一种说法是 这种可以与空气中二氧化碳反应 生成深蒸气的颜料 使一代枭雄拿破仑死于身中毒 即便是微量的签 也会给人带来伤害 伟大的音乐家贝多芬 却把他带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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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最后我们必须要说说古代中国和毒素的故事和古代西方一样 古代中国人不可能了解毒药致死的科学原因 但是却对毒素的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国军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